不敢想象 快斗居然和有马联手了 对决四爷和三妹 三妹的回合 召唤先使遗产怪兽 金穿梭机 接着是 魔法卡先使遗产的共鸣 效果是将比场上遗产怪兽等级高一的遗产怪兽 从手牌中特殊召唤 召唤墓碑石像 发动金穿梭机效果 一回合一次 上升一颗等级 这下等级5的怪兽有两只 没错 就是超量召唤 叠放场上的两只怪兽 超量召唤序列排名33 先使遗产支超兵器天空之城 攻击力2400 三妹带上两张卡结束回合 星光体推测 对面可能拥有多张序列卡 有马的回合 召唤加把劲骑士 特殊召唤影蜥蜴 叠放这两只四星怪兽 超量召唤序列排名39 希望黄霍普 卧槽 这家伙居然有序列卡 三妹感觉有些糟糕 有马曾经看过他们的排局 了解他们的路子 我说 这是有多看不上有马呀 二五仔哈哈大笑 以为是个小杂鱼 没想到还有惊喜 有马覆盖两张卡结束回合 轮到二五仔 魔法卡等级交叉 将一张手牌送入墓地 让场上怪兽的等级翻倍 到达八星大怪的水准 同时因为墓地终极 骑了两只死灵娃娃 可以将其中一只除外 特殊召唤剩下的那只 等级八灵攻击 糟了 那个东西要来了 叠放两只八星怪兽 超量召唤序列排名15 机关人偶之巨人杀手 攻击力1500 阶段八的序列卡 可以说是迄今为止 等级最高的 关月堵物私人 那个怪兽的能力 可不是一般的逆天 就在这时 三妹发动陷阱卡杰克避掌 只要有这张卡存在 自己场上的序列卡 就不会被魔法 陷阱 怪兽效果所破坏 也就是专刻序列卡的陷阱 有马还没反应过来 二五仔就发动超量效果 去除一只叠放素材 将这张卡以外的 序列怪兽全部破坏 等等 这样的话 你自己的怪兽也应该被破坏 不对 所以三妹才发动了 那张陷阱卡 这是对面两人设下的圈套 而且因为是效果破坏 霍普无法使自己的超量效果 就被巨人杀手吞噬 并且还没完 巨人会将破坏 超量怪兽的攻击力 化为伤害给予玩家 有马生命值降到1100 快斗神情凝重 星光体意识到 这只1500的怪兽 还没有直接攻击